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石良 一个信徒体验到救恩之后 不将这个经历据为己有 而是传扬出去 教宗方吉各在元月八号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论述宝禄在马尔他岛遭遇传难的意义时 做了上述的表示 教宗说 宗徒大事录中 记载宝禄宗徒被押送罗马的途中 遇到了风暴 航行处于危险的时候 宝禄开口向同行的旅伴们说道 我所归属和所侍奉的天主的使者 今夜曾显现给我 说 宝禄 不要害怕 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 看 一切和你同传的人 天主都已赐给你了 从宝禄宗徒的话中 我们看到两层意义 教宗指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明 即使在危险之中 宝禄也仍旧守护其他人的生命 并激起他们的希望 福音透过战胜考验而得以宣扬 传难 从不幸的近况 转变为天主眷顾的大好时机 后来这行人漂流到马尔他岛 宝禄不小心被毒蛇咬 天主依然施恩 使他安然无恙 教宗解释 事实上这个恩惠 来自于照料他的复活主 马尔他的土人 也因着给这些遇难者提供救援 善良款待宝禄 而受到天主的降福 宝禄感谢天主的护佑 他知道土人身心的需要 立刻把救恩的圣言 兼顾他们的心灵 并且医治他们身上的疾病 救主的好消息 很快地传遍马尔他 教宗强调 福音的规则 就是当我们体验到救恩之后 不具为己有 而要传扬出去 善总要向外传扬 一个经过考验的基督徒 必会更清净受苦的人 对关怀他人 会更有善解仁义的敏感 更加敞开心怀 最后教宗要我们记得保禄的教导 要紧紧地依靠基督 经得起考验 好使我们的信念得以成熟 那就是深信天主 能在任何的状况中 甚至在看似挫折的境遇中 依然守护我们 深信 所有在爱内 把自己托付给天主的人 都会结出好果子 上主是信使的 他不会将我们遗忘 教宗方基各2018年3月22号 在圣马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时 如此地表示 当天弥撒中的达畅永 上主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 教宗说 事实上上主有一种 不能忘记的肺腑之爱 教宗进一步解释说 在阿根廷庆祝母亲节的时候 人们会赠送给自己的母亲 一种名为勿忘我的花 这种花有两种颜色 蓝色的是送给在世的母亲 而紫色的则是为以往的母亲 这是天主的爱 就像妈妈的爱那样 天主不会忘记我们 绝对不会 他不能忘记我们 因为他忠于自己的盟约 这给了我们安全感 但我们或许说 可是我的人生如此糟糕 我处境困难 是个罪人 即便如此 天主不会忘记你的 因为他有像父母亲那样 发自肺腑的爱 让我们想想 诱到的经验 教宗最后总结到 天主是信实的 他认识我 他爱我 绝不会抛弃我 他牵着我的手 我还想要什么呢 还有什么 比这更重要的呢 我该怎么做呢 我要因期望 而欢欣喜悦 因为上主爱你 就像父母亲那样 教宗方基各 2019年的2月20号上午 在保禄六十大厅 主持周三公开接近活动 教宗引用了 伊萨亚先知的话 说明 天主的爱永恒不变 妇女岂能忘掉 自己的乳因 出为人母的 岂能忘掉 亲生的儿子 纵然他们能忘掉 我也不能忘掉你 看啊 我已把你磕在 我的手掌上 即使我们的父母 不爱我们 在天上 却有爱我们的天主 世上任何人 从未 也绝对无法想象 他那样的爱我们 教宗表示 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 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也绝不会是 完美的父母 或是母人 因为我们爱的关系 经常被占有 或操纵别人的欲望 所污染 因此有时候 爱的表明 能转为愤怒 和仇恨的情绪 这两个人 上星期 还爱得如此热烈 如今 却彼此恨得要死 天主的爱 乃是在天之父的爱 正如耶稣 在天主经中 所教导的那样 这是一种 彻底的爱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仅能以不完美的方式 感受到这爱 此外在天上 并不意味着 一种远离 而是一种 截然不同的爱 另外一种 幅度的爱 不厌其烦的爱 以及 永远存留的爱 因此 教宗勉励众人 你们不要担心 我们任何人 都不孤独 我们只需呼唤 我们的天父 我们就能蒙受 他的爱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